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俄罗斯的 最近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俄罗斯现在在俄乌的前线加大了攻势 乌克兰的官方呢,对外声称啊,就确认这个俄罗斯是在扩大这个战争啊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俄罗斯在北边和南边同时打响了新的战役或者是战斗啊 当时呢,有的人还说啊,哪边是阳宫,哪边是真宫啊 现在呢,不知道南方是不是阳宫啊 但是呢,起码知道北方啊,它是真的 那么在哈尔科夫呢,现在乌克兰方面说呀 俄罗斯的意图呢,就是希望在哈尔科夫 把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呢,给他望南赶了 赶到哈尔科夫市 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哈尔科夫啊,和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是接壤的 那么我们大家呢,就经常听到比尔格罗德呢,时常受到乌克兰方面的攻击啊 这个攻击也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乌克兰方面就是说呢,俄罗斯的目的就是希望呢,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缓冲区啊 就把乌克兰的军队和比尔格罗德给他隔开 让乌克兰的军队没有办法再去骚扰这个比尔格罗德 那么前两天呢,乌克兰方面呢,就是说现在他们是缺武器的 美国的媒体也说呢,俄罗斯现在就趁这个美国军援的武器还没有到手的这么一个空窗漆发起来的这种进攻啊 也就是说呢,乌克兰的军队缺武器这是事实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还看到报道啊 乌克兰的总统泽雷斯基说呢 乌克兰除了缺武器以外呢,恐怕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兵员的问题啊 为此乌克兰的国会叫拉达对吧 他们呢,就对这个征兵进行了改革啊 把之前说是这个征兵的最低年龄是27岁,现在提高的25岁啊 关于这点啊,我还有点挺奇怪的啊 怎么他们国家的这个征兵啊 之前才27岁啊,25岁,27岁啊 这都不是最佳的当兵年龄了,对吧 一般来说不都是18岁吗 他怎么他们国家的年龄这么大呀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乌克兰方面宣布说呢 对于海外的这些人啊 从18岁到60岁的男子啊 必须得向这个乌克兰的领事馆啊 进行预备役的登记啊 如果你不去登记的话呢 那么乌克兰的领事馆将拒绝提供领事服务啊 那么这里面肯定是就包括 假如说你这个护照到期的话 你想去严护照那就不能够了 就不给你严护照了呀 那么当然除了严护照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领事服务啊 一概都不再提供了 这点呢,我认为还是挺狠的啊 因为啊,这个俄国冲突发生以来啊 从乌克兰跑出去的年轻男子啊 我以前就说过 据我观察,我都观察到了有好多啊 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海外的生活呢 将会面临着困境啊 因为呢,他们跑出来之后 没有这么快取得海外的国籍啊 他们如果不取得国籍 他还是乌克兰籍的话呢 那么他势必会需要这样或那样的领事服务啊 你想想他们多难 好,下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中国的海关总署啊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啊 2024年1月到4月这4个月当中啊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达到了241.5万吨 价值14.5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3.2%啊 而且呢 这个增长的势头呢 是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到四个月当中啊 这第四个月 也就是四月份 一个月呢 就进口了77.91万吨啊 价值4亿美元 你可以算一下啊 他就比前面的三个月要多了不少啊 下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这个以色列的啊 以色列这段时间以来呢 他不顾美国的反对 不顾欧洲的反对啊 不顾全世界的反对 执意呢 要对拉法进行攻击啊 那么以色列今天公布了一个数字啊 就说明了啊 为什么说他们死活要对拉法呢 进行攻击 说他们在拉法呀 就找到了70多条这个地下通道 说这70多条地下通道当中啊 有50多条地下通道是通过埃及的 这就解释了 就说这些年以来啊 他这个加沙地带的地上都被以色列控制了啊 那么哈马斯啊 还有那么多的武器啊 那么多的这个火箭弹啊 就在这两天的时候 哈马斯还向以色列发射了一轮这个火箭弹啊 你想想都打了这么久了 他这些武器还没有打完啊 那么他这个武器从哪来的 你要知道以色列呢 基本上哈 把整个的加沙全都给他封锁了 对吧 那么还包括海上啊 海上他说是 就是几公里 好像五公里或者五海里的位置啊 你可以去打鱼啊 五海里以外 你都不允许你去啊 如果你去就打死你啊 那么原来呢 他们现在呢 有50多条这个地下通道是通到埃及的 从埃及呢 通过这个地下道啊 把原材料啊 反正他所需要的各种的东西啊 运到他这个地下设施里面来啊 以色列的目的呢 就是要彻底摧毁哈马斯的这个军事设施 甚至呢 彻底消灭哈马斯 可是呢 弹劾容易啊 对不对 因为啊 他们之间的矛盾 并不是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啊 而是整个巴拉斯坦和以色列的矛盾啊 谁是哈马斯啊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哈马斯啊 可以说呢 他们是祖祖孙孙 无穷进野啊 现在啊 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不给人家巴拉斯坦生存的空间 那么对以色列的这种仇恨啊 就永远都会停不了呀 好 今天我看到呢 吵得沸沸扬扬 这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刑事法院说 要对这个 内塔尼亚胡 发通缉令的事啊 终于是成行了 正式的发出来了 这个逮捕令和通缉令 这里面呢 其实啊 不光是内塔尼亚胡啊 有内塔尼亚胡 还有他的国防部长 是以色列有两个人 还有哈马斯的三个人 一共有五个人啊 都发出来了 这个通缉令 这个逮捕令啊 看似公平 实际上非常不公平 而且是致命的 因为以色列的 这个内塔尼亚胡 可能会受到美国的保护 不会被逮捕 但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就不同了呀 哈马斯的领导人 恐怕离开加沙 离开巴勒斯坦 一定会被逮捕啊 然后呢 我们再说 美国校园里面啊 挺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的 这个游行示威活动啊 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说 学生和校方 纷纷的达成了协议啊 学生呢就撤了啊 那些个帐篷什么的 都拆了 但是呢 这两天好像 又死灰复燃了 不光是校园里面的学生呢 再一次的组织起来 进行这个示威啊 抗议啊 就连一些个老百姓啊 民众啊 现在也参与进来了 而且现在呢 不光是美国啊 还有其他的地区啊 像欧洲 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说英国呀 加拿大呀 等等这西方啊 13个国家 发表了联合声明啊 要求这个以色列停战 那么今天我又看到了 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的几个国家呢 他们发表了声明啊 说他们呢将很快会承认巴勒斯坦国 还有就是英国呀 德国呀 等等这些国家的民众呢 也都是上街游行示威啊 和美国的大学生和民众是一样的诉求 看来呢 正义和邪恶啊 有的时候呢 确确实实 长久以来啊 正义是会战胜邪恶的啊 美国你就这么支持以色列啊 以色列就这么肆无忌惮 对不对 那么大家难道眼睛都瞎吗 那么我今天早些时候呢 就是关于伊朗的总统遇难的这件事情啊 就是关于以色列会不会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看到啊 有的专家就说 以色列不会在这个时候搞这件事情来拉仇恨啊 原因呢 咱们暂且不说哈 就是以色列怎么不会啊 这以色列他还怕拉仇恨吗 他还怕引起这个世界的震怒吗 那么他现在在这个战争当中对不对 他干的这件事情他一点都不顾忌这个颜面啊 一点都不顾忌别人的看法呀 他想炸谁就炸谁呀 那他的目标他连联合国正在发放食品的那个餐车 他都能炸呀 联合国的厨房他都炸了呀 那他还怕吗对不对 他是不怕的呀 现在世界各地那些游行示威呢 为什么说大家都怒了呀 就是呢 大家都觉得以色列啊 现在的军事行动 他并不是一个战争 而是屠杀 他去去实实的就是屠杀呀 因为他完全不管不顾 而且特别的猖狂 对吧 联合国那么多国家啊 投票啊 大比例通过之后呢 他愣能在联合国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联合国宪章啊 都给他粉碎了 你说这么猖狂 但凡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啊 能对他们视而不见吗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美国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大选啊 虽然说时间还早啊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美国的民意调查呀 川普和拜登的支持度呢 已经是在扩大 他们两个支持度的这个差距呢 现在扩大到了6% 而且呢 那种啊 对他们反感度的这个调查呢 拜登呢 是超过这个川普的 那拜登这个情况呢 就和他在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当中 所采取的这个态度的直接相关的 今天我来看到有一个消息啊 说是沙特的这个老国王啊 现在病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是这个美国的安全顾问沙利文啊 要到这个沙特去访问啊 见这个老国王呢 就没见上说 老国王啊 重病啊 没有办法来 见他 我觉得说这是真的吗 尽管说呢 这个老国王啊 他确实是岁数大了 如果他重病的话呢 也不意外啊 但是呢 这个沙利文在这个时候到沙特去啊 很明白着是要拉拢沙特 重新来推动这个沙特和以色列建交啊 那么在这个结合眼上在这种情况下啊 沙特还能和这个以色列建交吗 就不光是建交了啊 就谈这事儿他也不是时候啊 这老国王呢 是不是以重病为借口 不见他也未可知啊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和中国有关的啊 据这个墨西哥的报道啊 说墨西哥现在呢 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啊 那么很显然啊 以前的时候呢 中国啊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商品出口国啊 自从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 加征关税以后呢 确实挺有效果的啊 中国呢 早就不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商品出口国了 但是呢 现在啊 墨西哥替代了中国成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啊 但是啊 墨西哥成为第一大商品出口国 能不能替代中国呢 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啊 这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答案就是不能啊 但是啊 墨西哥成为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出口国 对于美国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因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呢 是越来越不隐晦啊 他们对美国的厌恶和对中国的喜欢啊 同时呢 他们也有意图要加入这个金砖国家 所以说呢 你美国用墨西哥啊 和用中国其实呢 都是差不多的啊 更何况啊 美国进口墨西哥的产品 这里面啊 会不会有很多的产品 实际上是曲线救国啊 实际上这些产品里面呢 有很多 仍然是中国的产品啊 现在的新闻呢 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官员啊 结束了他在中国12天的政治访问啊 这个访问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调查 他这12天当中呢 他在中国啊 想去哪去哪啊 想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啊 那么经过12天的调查之后呢 他呢 在北京举行的一个记者会啊 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 他的结论呢 就是 单边制裁 不得用作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和经济胁迫手段 他呼吁有关国家呢 应该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并且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遏制各国法院内企业和其他行为体 过度遵守制裁的问题啊 那么这里面 所说的这个有关国家 当然就是美国了 就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 单边制裁呢 是没有受到联合国的授权 也是违反了联合国的相关的制度啊 和规定的 下一条新闻啊 就彰显了中国的实力啊 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了 有多少人苦恼于城市的堵车 有多少人呢 更追求啊 更高速的交通工具啊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啊 中国人已经不满足那些便捷的地铁呀 非常快的高铁呀 已经不满足了啊 现在中国出现了什么呢 中国出现了低空飞行的交通工具 它是一个什么呢 说是在广州市啊 广州的朋友可以给我印证一下 说在广州市呢 有这个经营公司啊 就建立了一个17公里的一个空中环线啊 他们有这个飞机 哎 我不知道是无人机还是有人机啊 然后呢 就进行飞行啊 现在是设立的有四个起降点 我没有去过广州呢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广州的这个交通啊 我就拿北京打比方啊 比如说就是二环啊 它这个低空飞行的交通工具呢 它就在这个环线上啊 它就飞来飞去啊 现在来说它有四个起降点啊 将来也没准会更多啊 假如说呢 你是在这个环线上居住的啊 你从一个角到另外一个角 你想想 你用这种交通工具多快啊 是不是啊 中国真是太牛了啊 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崩溃不崩溃啊 那么美国呢 老是以它先进而自诩啊 说它先进于中国多少代多少代啊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是先进于中国多少代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